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三是可以避免因为外力导致皮肩受损 还有一点是可以缩短比整体携带时的整体长度 虽然无法考证最初的安全皮究竟诞生于哪一个品牌厂家 更多的资料倾向于是摩尔比或者是水人 更多关于安全皮的介绍将在以后的视频中再有更多的阐述吧 波西米亚独特的外观加上华丽的配色 可能有朋友认为波西米亚不是那么有德国的味 确实因为在安全皮最鼎盛的20世纪10到20年代 安全皮是广泛存在于英美钢笔设计的 在英美的笔杆造型设计中会融入强烈的装饰性 只是德国的钢笔造型设计起步其实比较晚 而且德国设计是更注重功能性的 特别是在安全笔的结构上 一定程度可以说是德国笔是完全追随着英美钢笔的路线进行摸索 但是又结合了德国的设计风格 去说笔杆上繁杂的雕花 两个共同特征诞生出万宝龙风格的这种特色的安全笔 当然安全笔的结构放在今天的话 更多是作为营销的噱头 另外一方面可能安全笔成为一种劣势 比如说在赞助人系列里面的话 跌价最多的就是斐特列 其次比如说亨利这种 但是波西米亚以其经典的造型 精巧的钢笔细节处理 加上它本身稍微偏低的定价 收获了众多爱好者的青睐 这款黄水晶的波西米亚款最大的特征 便是这种大尺寸的光面的镀镜笔帽 以及皮色的笔绳 光面粗壮且书不价粗的笔帽结构 可能给用户带来心里的这种安全感 那么这款笔为什么叫黄金呢 在笔杆的笔夹上 有一块弹形切割的黄色水晶 色彩呈现金黄色 重量我个人估计是目测接近一颗辣 当然万宝龙用的黄色晶体 并不是什么名贵宝石 而且本身的黄水晶就是极其便宜的 加上可能是人工合成的宝石 所以不要对这种刚比官方的镶嵌 抱有太高的期待 笔杆上的另一个特征 便是采用的牛皮材质的笔杆 并采用镀金键做出这种类似缝刻的效果 其实这里的镀金线也是完全的装饰效果 稀看的话其实没有这些镀金线 这块皮也依旧是粘在笔杆上的 但是这种金属装饰线的存在 就会带来这个牛皮非常结实的这种心理暗示 除了非常有特点的钢笔本体外 黄水晶配套的铜色的小牛皮皮套 也是这款波西米亚笔的亮点 黄金款是自带一款小牛皮材质 压制成了吸引纹的这种两只装的笔套 笔套的色彩与笔杆的这种色彩是一致的 此外比说紫金款的话它也有搭配紫色的笔套 笔套小巧而且精致 通过侧面拉链进行这种开启 并且在皮的表面是带有万宝龙的品牌logo 笔套的皮质比较是硬的 也和个人之前介绍过的万宝龙老款的 那种拉链笔带的功力是比较接近的 这种小尺寸的笔套其实非常方便携带了 特别是作为一种陪衬的装饰品 放在女士的随身手提包中 其实它非常精致 当然为了保证安全笔的结构的安全性 在笔帽的内侧存在一个盾头的顶针 对应的笔舌的凹槽的位置 如果笔尖没有收回去的话 顶针是会顶住笔舌的 导致它是无法悬上笔帽的 当然还要当时在悬上笔帽的状态下 因为顶针的存在 也可以避免误操作笔尾 导致笔尖出来这种情况 在波西米亚的尾部存在一圈螺温 是其道将笔帽悬在笔尾上 作为笔杆延长作用的 波西米亚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细节 是笔尾悬上笔帽的状态下 那么这时候如果把笔帽 要从笔尾悬出的阻尼 是大于笔尖回收的阻尼的 这就使得如果要悬下笔帽的话 笔尖是基本上一定处于收回状态的 进一步保证了笔尖的安全 在进一步旋转笔尾的话 则罗文机构则会将墨囊带出 可以直接干净地更换墨囊 同时不论是伸缩笔尖还是会推出墨水 整个旋转机构全程是处于顺滑 而且安静的状态 体验是玩暴自身高的安静的 百乐的CAPLESS LS的存在 其他的细节 比如说天光深的小白花 笔尾上的波西米亚的名文 笔尾上面的万宝龙六边形的这种螺丝 精巧结实的笔尾扣件 都为波西米亚增色不少 波西米亚的笔尖是接近于145的笔尖的 在总成上的构造其实比较有明显的区别 采用是8K的双色笔尖 在视频中推测这支是F尖 精准空墨 书写也比较爽朗 也属于偏硬而且存在轻微阻尼 加上具有轻微弹性的这种笔尖 也是比较容易出风的一款笔尖 当然在钢笔使用过程中 最大的问题是无可避免的手键 尽管波西米亚的结构相对牢固 旋转机构也基本上用的都是金属键 但是真正在它使用坏之前 需要避免拆坏摔坏 磕坏 以皮股做坏 以及丢失等更严重的问题 除此之外 笔帽这种大面积的光面金属 很容易产生毛痕 还存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问题 便是波西米亚的笔窝金环 这里可能比较容易存在拖度的情况 同时由于波西米亚本体比较重 也可能阻碍了一部分客户选择波西米亚 万宝龙在205年停产了波西米亚系列 因为它采用较麻烦的维护方法 而且较好不交错的安全笔结构 另外比如说M系列这种异军凸起 众多客观的因素导致波西米亚走向终局 如果要问我是否推荐波西米亚的话 我个人是不会推荐的 喜欢的话可以在比局蹭一蹭 但是自己买的话就稍微有点麻烦 一方面是万宝龙自己的促销活动 导致波西米亚的价格非常混乱 容易价格买得稍微有一点点高 另外一方面波西米亚由于假货和山寨过于泛滥 特别是基础款 除了财产的话 还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成本和精力 去考虑它的真假 另外我身边也有朋友在买的时候 还碰到过图与收到的货 不一致的这种掉包的情况 都是很糟现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可能不太建议波西米亚这款笔 好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